昨天给摩托车大哥50块钱 让他给我找附近的荒野汤 没想到找到一大片的野汤 我牌里有46个网 走 咱们去看收获 大哥也在前面的 有货 哎呀 哎呀 被烟了 哎呀 嗯 缺氧 哎呀 哎呀 这张睡觉的台 哎呀 张台都是了 甜瓣没有这种 嗯 哎呀 祸下这个 哎 一斤瓣 赶紧看一下鱼塘的这个角落 这一网出去口 还在 哇塞 哇 哈哈 呦 一斤多点 斤多点点 这一网没有尾烟 这一网没有尾烟 看一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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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一只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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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对王 这里很不错 吃螃蟹又是一只 对王有两只螃蟹 这里还不剩很多 下面才是好资源 走 大哥也只是图个兴起啊 他说这个他不吃 他不爱吃 先看这个流水这里啊 嗯 嗯 no 第一网好像不太行啊 看一下前面 对准粗垂口的那里 哎呀 啊 这些网的话都是用来拦鸭子的 我挨着边缘都拍了好几个过去 看一下这一网呢 哇 嘿 这一网可以的 一斤半 一斤半老弟们 哇 看不见有货 上货 一球后再游泳 一斤半啊 这五十块钱的话 其实第一网就回本了 一网回本 这叫花小钱办大事了 看一下前面呢 哇 哇 这一网 小炸啊 小爆 一网回本完全是 小炸啊 没有几条 离去好像都被 被烟死掉了 看一下这一网 来来来 哇 有几条 但也不是很炸裂 又是一斤多 一斤多 哎呀 啊 只有一条 千千黄扇 收网子的话 就像菜盲盒一样 收获了就是赚到了 看看自己 刚搞我 我脚我的脚脚 好像有什么脚我脚 天呐啊 黄扇 哇 哇塞 哇 有一条大条子 哇塞 这条应该是有 十两 十两还是半斤 这个头好大 一二三 哇 哎呀 不错 这一网 走继续前进 不得住这边 走继续前进 哎 哎 哎呀 幸好啊 前面有一个水渠啊 它是 有流水出去的 不然的话 一定会被淹 哦 哇 收获了几条小黄扇 看一下这边网 哦好像看到洞 来 二 三 哎呀 这边 是一些千千黄扇 这种只能放生了 这个野团还有最后一网 在这个角落里面的 找人来看看 来 啊 都是一些小黄扇小黎丘 都是一些小黄扇小黎丘 看来都被大水冲走了 下面还有 去看一下 还要激烈的场面 因为那个洪水啊 它是往下面排的 我就怕 那些黄扇都被冲走了 然后又怕网子被淹 去看看 这应该是把泥鸥 孙子都 忘起来了 太小一条了 前面角落里面还有一网 这里还有一网 来点货 这网还是比较炸裂的 至少没有这么小 刚刚那网是泥秋 孙子都往前了 这网还可以一斤多 主要是这段时间 黄扇都去生宝宝去了 所以这段时间不好逮黄扇 这网 哇 这是啥 这个是集中菌的 这么大一朵 千万不要把它弄断了 哦 哦 no 哎呀就像把它弄断了 太可惜了 啊这么大一朵 太漂亮了 可以煮碗汤 哎呀 算了还是不早了 不能饮小时的 黄扇这个车太热了 要赶紧把它倒出来 今天是 太幸运了 今天46条网 全部都在这里了 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理想 哎呀今天 只能说把摩托车大哥 那50块钱给转上来 本来就没有抓到多少黄扇 居然还淹死了这么多 这几条都挂掉了 太可惜了 你看这么大一条 起码都是四两嘛 可惜了 泥丘黄扇的话是一个价 然后呢差不多收获有10斤左右 小龙虾还有石黄蟹有2斤左右 还牺牺牲了这么多 牺牲应该是有一斤半左右吧 整体来说 今天的失货不是很理想 但是呢 好在今天还是有的正哈 只能说正多正少 下午还是要继续效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